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康大飞 来视频开始之前 先馋大家一段 昨天晚上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馋的呀 给我饿的呀 好想来一口 我们今天来个清水的羊头啊 胡辣吃这个今天 揪给吃吃吃吃 看这位大哥吃着羊头的时候 我就感觉他不是在吃肉 他是在喝肉啊 就没了 我吃的忍不了了 走 咱们也搞 羊头先给他卤一下 卤料包 花椒 白纸 桂皮 小茴香 料酒 能去清的都给他去清安排上啊 盐 姜 生抽 干辣椒 大火煮上两个小时 哇 两个小时的羊头 这该好了吧 我们看这段视频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了 好吃的不是羊头 好吃的是那个灵魂蘸料 大蒜 小米椒来一点 小葱花 密质干料 整点老陈醋 再泼点油 整点小油 自拉一下 哇 真香啊 这个 羊头整上 洋葱整上 真香 走啊 这卤了两个多小时的羊头 好 好了吧 嗯 丑丑 丑 这都已经脱固了 按照视频中 咱们把这个灵魂剑料给他搅上去 哎呀 朋友们先翻个脸 好烫 先尝一口 非常的有弹性 它没有像视频中卤的那么烂 太过瘾了 给大家抱个头 太过瘾了 很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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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吃羊头达不到他们那种喝肉的那种效果 可能他们吃羊头吃习惯了 咱们是吃不习惯 你也别说 这样吃真的 一是挺过瘾 二是确实挺烫啊 这玩意 蛮好吃的 那个酱 我朋友们这样吃确实很爽 但是有一点越吃越腻啊 洋葱都挽救不过来啊 这头怎么掰不开啊 朋友们终于解馋了 好了朋友们 咱们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就在本期视频点上一个赞 下期再见 拜拜 哎 剩下的狗子又享福了 你俩吃完记得把地拖一下啊 我先上去了 慢慢吃 一整个 我先上去 我先上去 你